大家好 又是我Cary 很久沒做甜品了 今天來一個簡單的 今早西米布甸 不用用焗爐 很簡單 很多朋友家裡都沒有地方放焗爐 所以 找一個簡單的方法 那個一樣好的很棒 我最近在Facebook 我的主頁 我設了一個小組 叫貼堂放毒區 主要是給大家 將平時的作品或者 煮食的心特放上去 大家可以在說明欄找到它的連結 大家留意一下 歡迎大家加入 分享一下你的作品 美麗不美不要緊 沒所謂 首先我們準備一鍋水 多一點水不要緊 因為西米很吸水 我們先煮滾 然後倒50克左右的西米 倒多一點也不要緊 倒少一點也可以 放少一點 因為用的不是用很多 可以留下一次用的 我們燒熱煲水 煮滾 然後我們放西米 然後再開火煮滾 要攪一攪 有機會黏底的 我通常會用這些 直膠 滾 因為它 耐熱 還有呢 挺好用的可以刮到邊 這樣滾下滾下滾 看到放很多水 因為放多一點水 煮到差不多 中間有一點 白色 旁邊好像有一層薄膜 包著它 基本上OK的 然後我們可以關火 浸 浸 到完全是透明的位置 但是呢 可能要浸兩三個小時 那我去到中途的時候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真的沒什麼耐性 可以再滾一滾 浸了兩個小時 我發現 好像還沒得 那我再開火煮回去 再開火煮一煮 很快就可以了 然後你會看到 等下你看到 是一粒粒的 透明的 裡面的點白色已經沒有了 就算有一點點 不要緊 等下我們一沖凍水 它都會沒有了 這樣就已經熟了 就是這樣 你看 你看 浸了兩個小時 然後再滾一滾 接著我們出去隔水 先走了一點水份 然後還沒得 我們 沖一沖水 找水有水沖一沖 如果你說水有水不乾淨 你就找礦泉水 Up to you 沒所謂了 搞定 然後呢 我們放回去水裡浸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放很久了 就是這樣 完成 西米 這是第一個步驟 接著呢 我們煮布丁 首先有些奶 有些糖 我們先放在一起 我們要煮融 那麽呢 我已經寫了在 螢光網上 那份量 對了 這是第一部分 然後呢 我們先攪拌 等下要煮融 我們還有第二部分 就是呢 我們要整潔它 因為現在這樣是不潔的 我們要有另外一件東西 接著呢 我們會有些膽黃 那我第一次 就是剛剛 第一水做的時候呢 我們放了四隻膽黃 25的酥粉 但是後來我發覺它不夠 熱 那我再加的 等下我告訴你 就是這樣 把膽黃拿出來 乾手正腳 我不喜歡 不喜歡用吉屎粉的 我不喜歡吉屎粉的 那種藥水味 所以我們要用膽黃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有125的椰奶 我們將它放進膽黃 等下 你會知道怎樣做的 還有呢 我們會有些粟粉的 粟粉就是煙粟粉 用煙粟粉就可以了 方便點 我們推下去 我們先攪拌它 25克的粟粉 這樣放進去 很容易起粒 我們要用一點水 開一開 然後 放進去 這樣就穩妥了 凡有可能的廣告 你可以一邊欣賞美麗的廣告 一邊幫狗狗貓貓掃背 廚房呼吸一下 或者其樓行下 麻煩麻煩 接著 我們煮滾了些奶 溶好些糖 其實不需要滾的 溶到些糖就可以了 然後 關火了 少少滾氣就可以了 糖已經溶到了 然後 把奶倒進去 蛋黃 奶倒進蛋黃 不是把蛋放進牛奶 不然就變成蛋花湯 把奶倒進蛋黃 但還沒得 現在還很稀 蛋黃還是生的 我們放進鍋裡煮 火不太大 慢慢火 我心急開始開大火 接下來我開小火 小火 大火很容易起粒 蛋會起粒 還有我們用刮來刮邊 不停的 因為 漿上去邊 熟了它又會起粒 又不滑 所以大家要小心 這些竅門 一定要知道 不要爛 不停弄 不停弄 弄底 順時針方向 逆時針方向 亂弄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刮邊 你現在看到它開始埋了 開始凝固了 你看到有些粒 好像粒 其實不是 不要緊 待會就會很滑 保持慢火 不要心急 刮邊 然後又滑了 很滑 這個梯煲 不要用金屬的東西 敲打 它會掉青 有些東西會掉下來 所以我用膠刮 或者用毛巾 這些要注意 大家 然後我覺得它不夠稀 不夠稀 我再加一隻蛋黃 還有25克的酥粉 我們再推下去 有時候 我不知道它的情況會怎樣 有時候要變通 覺得洗色不對 情況不對 我們要再加一些東西 慢慢大家會看到 稀稠就OK了 你看看樓心的底 樓身旁 我們要不停刮它 很滑 很香奶味的 你有蘑菇奶油 或者蘑菇奶條 你會加少一點下去 當然 對了 蘑菇奶油 原來吃過娜婆蘑菇奶油 原來吃過娜婆蘑菇奶油 它的忌廉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Paystree的忌廉就是這樣 純的 不用加其他忌廉的東西 然後 然後 浸了水的西米 拿出來隔水 然後 把西米放進去 直接放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攪拌均勻 你看我剛才很多西米剩下 留下一次用 你可以不用煮那麼多西米 然後把它拌均勻 搞定 然後 然後我們準備這個盤 我這個盤是六吋的 容量約500ml左右 然後我們首先把那些 布丁放一層在底下 然後我們可以 我接著就可以放香蕉 可以放香蕉 可以放榴槤 香蕉和榴槤會比較好吃的 還有做這些布丁 一定要厚 薄不好吃的 一定要厚 中間有些餡才個人有口感 薄不好吃的 所以一定要厚一點 我們放了香蕉之後 我們再放一層上去 其他什麼蓮蓉 豆沙 你都可以放的 但是 無謂特意再去買 簡單香蕉就可以了 有榴槤當然更好 好香的 因為兩種水果受熱 都會好香的 然後我們鋪平 鋪平了 攤一攤 二十多分鐘左右 然後它的表面已經乾乾的 你可以塗一些蛋黃上去 然後燒了 燒了 然後就可以吃了 如果你不是馬上吃的 你可以放在雪櫃上 然後 吃的時候拿出來蒸一蒸 蒸熱去 然後 在表面上上蛋黃 然後就燒回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不用用焗爐了 一支火槍就完成了 或者用燒雪卡的小型火槍都可以的 便宜的 都可以了 然後 就這樣燒不好吃的 我覺得 加些砂糖下去 燒就會燒到一層脆皮 金黃色的 就像法式焦糖燉蛋 Crimbley 去面頭那層的東西 就更加好吃了 燒完之後 糖溶了 等一等 等它 冷了 它就會脆 就外面脆 裏面軟 麻煩還未訂閱 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說給我like 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135上片 下午5點半 早上 天的早上 我都可以社群道分享以前的片 大家留意一下 我覺得不夠 再加多點糖下去 再燒 這樣就帥 又好吃 很簡單 不需要焗爐 不用下吉士粉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吉士粉 搞定 很軟 很滑 很香 糖那裏呢 大家可以試一試味的 每個人 吃甜的程度都不同 不用香蕉可以用榴槤 不下 都可以 就這樣吃都ok的 當然啦 有些人下蓮蓉 豆沙 都ok的 但沒問題 特意去買 買 又不可以買得少 是不是 很簡單 一個很好吃的 甜品 很簡單 不需要特意去買很多東西 拿起手 超過市場 牛奶 少少椰汁 就ok了 希望大家喜歡啦 今天差不多啦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都不會 感谢观看